德國外長斯泰恩邁爾星期二晚在莫斯科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就烏克蘭問題舉行75分鐘會談 會談的詳細內容到星期三早上仍然不得而知 斯泰恩邁爾是在最後一分鐘接到普京邀請前往莫斯科 斯泰恩邁爾星期二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後話並沒有理由對目前局勢感樂觀 斯泰恩邁爾星期二離開基庫之前呼籲衝突雙方遵守烏克蘭政府和親俄反政府武裝在9月簽署的停火協議